這款球鞋聽著 三十四至四十二碼都有 標準尺碼的 闊腳的話你就選大一個尺寸 因為球鞋不重要 標準尺碼的話 標準腳選擇標準好了 因為是真皮鞋 全皮會越穿越鬆 所以我建議你選擇標準尺碼 偏細你還是選擇正碼 不用選細 好嗎? 聽得懂吧 底是花紋的 放心 一定是防線的 然後這裡不小心刻了一個Vintage 三十七碼這樣 然後球鞋底就是這樣 防線了 它有一個很好處 在這隻球鞋開這個底帽的時候 我用了很多心思 為何會弄到這麼遲 這麼久才再出球鞋 原因在這個底是令到你們穿上去的時候 很容易起步 外面坊間的球鞋 如果是厚底球鞋 大家知道甚麼叫老爹鞋嗎? 老爹鞋 知道嗎? 簡單來說 厚底球鞋 很多時候會走上來的時候 底很硬 很難起步 我就是很討厭這件事 所以我在底部的線條 那個位的cutting和線條那裏 特地做到 當你穿上去的時候 每一步提步的時候 鞋底的弧度是令到你很容易起 好像它推著你走路那樣的 鞋底你買了 你穿上去 你就會感覺到 一會兒妹妹走給你看 她都可以告訴你真實感覺 就是這樣 走的時候 不是用自己的腳去提步走的 而是鞋底的弧度 令到她搖著你 立即向前 但你站在這裏的時候 又不會搖來搖去的 不會像搖搖板那樣站不穩的 不會 不會 站在這裏四平八穩 但當你走上來的時候 很輕鬆的 底是這樣的 很厚身的 不貼地的 前面這個位置 離地 未計中底 未計鞋墊 未計乳膠 未計海綿的情況下 這個底 離地大概是30個mm 這裏 35 35 前幅35 這裏是55 好不好的 可以了嗎 那好 接著之後 進有個這麼厚的波鞋墊 這裏是全平的 但前弧度和後弧度 會令到你起步很好去的 很好去的 走上來 你會感受到我下了心思的 然後會有這麼厚的波鞋墊 超級厚 整個海綿 然後 首先講墊腳 墊腳是水艷綿羊墊腳 好了 講到內裏 內裏都是水艷綿羊內裏 波鞋 記住 坊間你現在外面波鞋家做的那些 那些布那些 或者外面那些人說是皮 其實它是腹膜 或者是一些叫二層皮 好不好的 如果在波鞋家 即是大牌子 Nike 和Editor 那些牌子要做到真皮 美皮的話 它也是布里 它也是布里 它那些真皮要做到我們叫做棉的真皮 除非減價 那些叫斷馬的時候 起碼要過二千的 起碼要過二千 布里 好了 我們先講一下這隻 首先內裏是水艷綿羊內裏 水艷綿羊墊腳 是不是 是嗎 你們當然不知道是不是 我說是 然後皮料 小牛皮免料 然後再配後腹是混種羊皮的後腹 然後後肘的內裏是用羊鏡的 這一幅就是混種羊皮 這一幅就是羊鏡 頭層羊鏡 不是用二層 然後鞋款 很多幅度的小牛皮組成 很多幅的小牛皮組成 然後這裡 撞了一個我們叫做榴釘扣 局七的榴釘扣 然後再下橡筋 這個是橡筋來的 這個是橡筋來的 好了 橡筋這個是第一個著法 橡筋這個是第一個著法 當隻鞋走起來的時候 這個弧度和這個弧度是帶著你去的 是帶著你去的 走起來很輕鬆 行不行 好了 再來 這個橡筋方便你什麼呢 我不建議你扣到最高的那格 不建議的 當你扣定了之後 其實就很容易入腳的 定好了 索好了形狀 索好了長短之後 很容易入腳的 因為它是橡筋 好不好的 當然啦 腳背高 Hello Wonnie Hello 腳背高或者比較闊腳的女士 穿的時候難一點 難一點的時候不要緊 這個橡筋扣帶 很好扣的 摸一次 低一點鏡頭給大家看看 好了 第一次一定要調的 因為我出廠的時候 是一定會鎖到最緊的 我的橡筋會鎖到最緊的 就算你瘦腳都穿不進 OK 方便出廠塞紙的時候 不要讓它浪費這麼多紙在裡面 行不行 所以我一定會收到最緊的 好了 看到嗎 很方便 有一條橫形橡筋去的 OK C 行不行 這個設計 這個 我想這條街是沒有的 這個設計 我會想下去的 OK 我和設計師一起想下去 好了 來了 有人問重不重 我告訴你 一個答法 你就會性心滿意 拿上手有質感 上腳你不會出到重字 聽不聽得懂 拿上手有質感 不會輕飄飄 始終它是一隻皮鞋 你不要當它一些什麼 Yance 那些布鞋去給 一隻全皮鞋 OK 鎖上手有質感 上到腳你不會感受到重字 聽不聽得懂 就是這樣跳上去 OK了嗎 OK了嗎 明白了嗎 白霜粉龍 標準赤馬的 白霜粉龍 好 第三隻 白霜黑 OK 白霜黑 小牛皮免料 混腫羊皮後刀 楊驚頭層楊驚後刀你 OK 水艷綿羊耐你 水艷綿羊墊腳 我說不到不是皮的東西 除了我底 OK 還有一條橡筋 還有一條橡筋 OK 白霜黑 行不行 都心心力力力到吧 心心力力到吧 多謝阿天 多謝多謝多謝 第一 整個底 除了幫你起步的時候 是推著你去很輕鬆之外 這個是我自己心思改良了 第二個橡筋的做法 心思改良 即是設計下去 第三 底的財質 大家看看 看到嗎 穿上去就是這個財質的感覺 你踩上去的地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彈一下彈一下 那樣的 猶如踩在雲上 彈一下彈一下 再加上我有個這麼厚的波鞋 你會覺得兩個字 舒服 白霜銀 厲害 剛才我有一隻白霜銀 這個是白霜銀 弄清楚 然後 這一隻是銀霜白 看你夠不夠激 你激一點 就銀霜白 型的 走出去不用說話 全香港 你走得出街 現在的街 不是太多人的 商場就多人 街不是太多人的情況下 回頭率高 這些顏色 銀霜白 銀霜白 OK 各位那句 金屬你說我不會加你價 我不會說額外費用高些 但是敬請 如果你是完美主義者 你不要選這些材料 這些材料真的很容易受傷 OK 然後 玫瑰金 雙粉紅 OK 這兩隻特別顏色 一樣價錢的 沒有特別版貴一點 好嗎 首先 這隻鞋 剛才 我們是這些粒粒釘 對不對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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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 聽清楚 聽了 只要你家裏有把螺絲批 細頭的螺絲批 之後 出廠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而且會扣到實 全部的 有1 2 3 4 5 6 OK 7 8 9 10 11 12 每隻鞋上面有12個樓 每一盒鞋裡面會多跟三個樓給你的 除了這裏上腳的12個樓之外 還有多跟三個樓 當你穿這個橡筋帶穿到門的時候 OK 我是方便於你們 看著 只要你家裏有支螺絲批 OK 這顆樓的底部 就是一個螺絲批頭 扭 按住它 扭 然後就可以 拆了一顆樓出來 OK 然後變成什麼 鞋帶孔 當鞋帶孔的時候 我要多跟一雙闊身的鞋帶給你 因為這雙鞋必須是闊身才漂亮 鞋帶 這麼闊的 每雙鞋都要多跟一雙闊身的鞋帶 OK 在鞋盒裡面 即是說 這裡會有個袋 袋裡面有一雙鞋帶 然後還有三顆螺絲釘和三顆樓 For you 真是萬一跌了的時候有後備 OK 大家覺得怎樣 你喜歡鞋帶便是鞋帶著法 你喜歡橡筋 我記得拿個白雙黑 你喜歡橡筋便是橡筋著法 這樣OK 行不行 行了吧 記住 波鞋不怕買第一馬 不過你可能要穿一雙厚襪 或者是加前掌半戰 但是我會建議盡量你買什麼尺寸 買什麼尺寸 因為全真皮鞋 我剛才給你看了 那些材料不是什麼腹膜二層 全部漂亮的頭層小牛 所以一定會鬆的 還有你要留意 你多一次波鞋給我 隨便一隻就知道了 這些波鞋 它不是好像我們平時 波鞋街買的波鞋一樣 穿得鬆便便便都不覺得 這些 有個形在這裡的話 裡面的空間感 你的腳形 基本要挺一挺它 如果有太多虛位的話 鞋型走出來不好看的 行不行 這類波鞋盡量選擇 就是fitting好一點 偏大一點便可以了 不要太鬆 太鬆真的不好看 然後太逼當然不行 一向都不見你們買小的 好嗎 明白怎樣選擇 知道嗎